內地團食物中毒自攜業制蔡桿出市 政府深夜發稿宣佈成立立跨部門專責小組調查書職部 是日少話天下為公還是天下為黨 設立半年大陸買家竟減七成 大家好,今天是香港時間9月11日星期三 歡迎收看香港頭條 糟了,這次有大陸醫食父母離港旅遊 怎知食物中毒搞到多名團友上吐下瀉 至少11人送丸 有網民表示,在大陸食慣元素周期表食物 號稱百毒不侵的醫食父母竟然都食物中毒 這次怎樣與習先生交代? 據香港01報道 例如江西的六日旅遊團,9月9日曾於土瓜環兩間食肆融線 其中一間是金港匯 團友在這間酒樓曾進食龍蝦等海產 有團友當晚已經開始出現吐吐 有人稱,我凌晨4點開始吐吐 但有團友就在大二日,即10日,在九龍城道框中標店期間 先出現上吐下瀉 據團友提供的照片可見,有人臉青口純白 亦有男團友因為不惜,直接睡在楼邊的長等休息 之後救援人員到場 先後有11人相繼送丸 他們大多為中年人士 事發之後,10日行誤 食環處已經派員前往酒樓調查 酒樓落閘暫停營業 據悉,除了進食海鮮外 有團友曾進食自帶的葉製菜乾 有關部門亦已檢走化鹽 翻查資料 今次已經不是金港匯第一次出現食物中毒事件 今年7月也曾發生過一次 7月22日兩內地團在上址五線後 有13人懷疑食物中毒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展開調查 當時負責人回覆查詢時表示 未能證明是餐廳食物有問題 而導致懷疑食物中毒 但考慮到公眾利益等因素 7月25日起決定停業3天 扔了所有食材並加強清潔 對此有網民開玩笑表示 同胞一向百毒不侵 今次這樣也會糟糕 看來真是好毒咯 有網民跟帖表示 或者是金港匯落不足周期表元素 所以才搞到那群專櫃客人的肚皮吃不管 也有網民認為應該是自愧食物出事 還有網民質疑 既然有前科為何不停牌 顯然是食環處監管不力 有前科要重速停牌一周 要全面大清潔 全舖內外監察有沒有大清潔 先可復牌 衛生幫得過了時 李先生怎樣監察下屬有沒有失職 官員委少做少錯 不理沒錯 今舖國內VIP遊客怎樣向習先生交代 本月6日開業38年的大型連鎖健身美容中心舒適堡 突然宣布全線暫時結業引發關注 有評論認為是香港中產消費崩塌所致 10日深夜11時30分 香港政府忽然發出公告 稱高度關注事件 並已成立跨部門專責調查小組 務求盡快處理有關個案 舒適堡6日忽然宣布全線結業 公司通告稱新投資者已承諾 繼續為客戶免費提供餘下服務 有舒適堡員工向傳媒透露 早前已感受到公司出現經營危機 因為在過去8個月 公司每個月都無法準時出糧 也無法為員工的強職金供款 有學者分析指舒適堡此類連鎖式經營的健身中心 租金和員工薪金等固定開支龐大 顧客以中產階層為主 但隨著人口辭除因為移民潮外流 加上按揭利率高期影響消費能力等因素 市場需要更長時間調整 還有評論人士指舒適堡因香港經濟騰飛 中產崛起而助大 如今全線結業 反映香港中產階級的崩潰 某程度上是香港經濟狀況一個指標 預計未來只會有更多餐飲 消閒連鎖集團倒閉 最終就連大財團和銀行都無法支撐下去 值得關注的是10日深夜11時30分 政府忽然發出公告稱高度關注事件 並已成立跨部門專責調查小組 無求儘快處理有關個案 公告稱 海關和警方會分別就商品說明條例的不良經營手法 同有否涉及其他刑事罪行方面作出重點跟進調查 預發現違反相關條例的情況 會採取適當的執法行動 截至10日下午4時 海關和警方分別接獲733宗和19宗相關舉報 公告呼籲已經向舒適保購買相關健身或美容服務的顧客 盡快聯絡海關 對於政府忽然關注舒適保結業事件 不少網民質疑背後寧有原因 一家私人企業倒閉 竟然要政府跨部門小組調查 哪位高官政要中了服呀? 還是舒適保借中資銀行借得很準? JAPEX加密貨幣詐騙案告了未? 不如交代下查成點再說吧 JAPEX怎麼看都大件事過舒適保 還有留言說 一年下來都不知道開了多少個委員會 專責小組、工作組、關注組 未來施政報告有一堆 總之誰結業誰觸犯《國安法》 經濟差民生問題就強行說到沒問題 猶志及慶 如何做才算是天下圍攻 因為根據國父孫中山的解釋 天下圍攻代表民友、民治、民享的大同世界 而今日中共統治下的中國是天下圍黨 天下圍攻中華情2024港月澳台青年企業家峰會於10日舉行開幕式 李家超致辭時多次提及天下圍攻的字眼 並將其內涵和習近平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或上等號 說天下圍攻超越個人的利益 追求更廣泛的社會福祉 不止描繪著中華民族憧憬的美好世界 更吻含著團結合作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信念 他呼籲,作為中華兒女的當代青年企業家 都應該秉持天下圍攻的理念 攜手共進 作為企業家 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更要心懷天下圍攻的信念 共同攻堅黑難 抵禮粉進 他亦呼籲峰會的與會者要聚焦實現天下圍攻的偉大願景 為中華兒女的共同繁榮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 特首的言論引發網絡討論 有網民質疑 一黨專政的地方你講天下圍攻 特首歌可不可以指導一下 具體怎樣做才算是天下圍攻 翻查資料 天下圍攻一遲出自禮記禮魂 原文話大道之行也 天下圍攻 選言語能 講信修目 故人不讀親其親 不讀子其子 洗腦有所忠 葬有所用 又有所掌 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 男有分 女有歸 天下圍攻 仍是國父孫中山所向往的大同世界的寫照 孫中山曾表示 三民主義的意思 就是民有 民治 民享 這個民有 民治 民享的意思 就是國家是人民所共有 政治是人民所共管 利益是人民所共享 在孫中山理念的社會裡面 做國家主人的是全體人民 管理國家大使的是全體人民 享受平等幸福的都是全體人民 真正以人民為主 人人都有權利管理國家的大使 沒有貧富懸殊 和少數富人壓迫多數窮人的不合理情況 但是在共產黨治下的中國大地 天下圍攻成為天下圍黨 黨 黨貴民輕 百姓成為人曠 民思民高被肆意掠奪 就連中國人的思想和身體器官都要服務於黨 完全背離了天下圍攻的本意 都背離了孫中山的政治理念 所以 有網民搞笑話 公私合營 國進民退 天下都是阿公的 私人財產一律充公 此乃現代版的天下圍攻 還有留言說 天下圍攻還有一層含義 是以法律約束當權者的權力 以輿論監督當權者的言行 而不是來要求普通人 如果政府高官他們真有天下圍攻的情懷 不如全體減薪八成 和香港共度時間 還有留言說 目前的世界局勢是天下圍攻 天下圍攻 等中共滅亡後 就天下圍攻 天下大同 香港今年2月全面設立後 樓市出現短暫小陽春後 又逐漸冷清 而來自大陸的賣家 更加較高峰期 更減近七成 據香港土地註冊處數據顯示 8月香港整體物業註冊量 有4729宗 較7月下跌約10.1% 倉近半年來新低 樓價也跌至2016年9月底的水平 美聯集團主席王建業指出 香港市民對經濟前景缺乏信心 對入市感到猶疑 樓市基本因素雖然好轉 但未能吸引更多賣家入市 據自由亞洲引述大陸媒體《戒免新聞》的報導 撤立措施頒布後 由於無需支付高硬印花稅 曾吸引大批中國賣家到香港看樓 據中原地產的數據顯示 普通話拼音賣家的買賣登記數字 曾連升3個月 有撤立前2月份的388宗 急升至4月份的2280宗 創下至1995年有紀錄以來的新高 不過自5月以來 普通話拼音賣家登記數字 已連續3個月下跌 7月最新綠得723宗 較6月的758宗減少近5% 創5個月升低 較4月的最高峰更是跌近7成 成交金額不足80億元 這顯示來自大陸的大批購買力已經被消化 如今的香港樓市又重歸冷清 雖然樓價下跌 但同時拜仁蔡印進計劃所次 香港住宅租金確呈現上升趨勢 重量聯行9月最新發布的 香港住宅銷售市場中數顯示 香港私人住宅租金指數 距離2019年的歷史高位近相差3% 當中由二小戶型租金升幅最為明顯 因此買不起或者暫時不敢入市 又需要有屋住的人 就要捱貴租了 好,今天的香港頭條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給個like、多點留言 或者按下個super thanks 幫我們一起撐下去 明天見 明天見 既然間見 更換 既然釣反應 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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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